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软流争怀孕的消息 全家都非常开心 宁志谦得着爱妻怀孕后 高兴得都没睡着 给自己能打到的电话的亲朋好友都打了电话 甚至晚上都在想孩子的名字叫什么 宁志谦母亲在听到好消息之后 立刻结束了客人在家中的聚会 去了医院照顾儿媳 更让人兴奋的消息是 软流争怀了龙凤胎 在宁志谦的婚姻中 两人一直试图要孩子 奈何并不是那么如愿 宁志谦都想好了 也做好了两人没有孩子的打算 结果就来了这个惊天好消息 所以这个好消息的到来 让宁志谦倍感荣幸 甚至还在朋友圈发了自己的第一条动态 配照就是软流争的丑照 这真的是太难得了 软流争的任务就是保胎 沉浸在幸福中的软流争 也逐渐在适应自己的生活 现在所有人都把她的感受当作首位 婆婆也是非常开明 生怕儿媳有一丁点不如意 让儿子宁志谦抱着软流争去厕所 生怕有一点闪失 都说怀孕的时候最能检验一个男人对自己好不好 结果就是软流争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也是一个始祖的老婆妹 软流争选对了伴侣 从开始怀孕就非常受重视 不管是吃的 喝的 都不用自己操心 甚至在病房里会有自己的朋友来陪伴她 过得相当舒服 令人羡慕 然而对于孩子的到来却有一个感觉到了冷落 就是宁想 起因就是宁想的同学告诉宁想 等到自己的弟弟妹妹出生 父母的爱就会变成三分之一 刚开始的宁想还不知道三分之一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在宁志谦告诉他三分之一的意思后 宁想就非常不开心 宁想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看到宁志谦把一张纸撕成三分后 突然就明白了 此时的宁想又把三分中的一份撕了一点点 告诉宁志谦自己只要这一点点 说完就很伤心 一把抱着爸爸宁志谦 宁想在这个年纪难得这么懂事 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小小年纪就明白自己不能剥夺弟弟妹妹的爱 这样的孩子看了心疼 于是软流争就跟宁想解释 并不会因为弟弟妹妹的到来 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就减少 相反呢 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人来爱他 他的幸福会加倍 弟弟妹妹会陪伴他的成长 宁想是宁志谦领养的孩子 虽说宁志谦和软流争对宁想视如己出 但是宁想还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孩子 但好在遇到了宁志谦和软流争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 不得不说宁想才是真正的赢家 在一个这么好的家庭中长大 或许是宁想一生的福气 宁想一生的福气